有粉丝问我 坤姐啊 现在美国大学的事闹得这么大 外网上的人都是什么反应啊 除了昨天聊过的 大家呢在嘲讽美国 一直在宣传的所谓自由之外 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通过这件事啊 美国网友开始批评自己家的媒体了 有人说这不再是高等教育 而是灌输啊 确实那所大学里有很多愚蠢的孩子 我再同意不过了 美国媒体就是一种教育 你在美媒那里得不到信息 得到的只是宣传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啊 没错 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小学到高中的问题 灌输正在大学里发声 负责任的家长应该与在学校 就读的成年子女谈话 适可而止啊 在评论区啊 网友们还列出了几家知名外媒的名字呢 可以说这一次 美国的网友们好像醒悟了 这个角度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看来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会有奇效啊 过去那些媒体造谣抹黑我们的时候 恐怕是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 当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的网友也认清事实 矛头对准你们这些不懂客观报道 只知道带节奏的西方媒体身上了 就问你们一句 此时此刻你的心里边好受吗 说起来吧 我这次呢 还是好好的看了一下 美国网友们指责的那些视频内容的 其实吧 基本上呢 还就算是报道了一下 大学里边发生的真实情况 那些批评媒体的美国人呢 还真的是有点不理性了 说白了 对他们来说啊 应该是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不能接受他们的媒体 这次的如实报道 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家的混乱 再加上之前他们也报道了小巴的情况 所以呢 这次啊 就干脆把错都推给了这些媒体 我个人感觉啊 这就是被宠溺惯了 一下子看到现实 他们受不了了 因为咱说过去很多年啊 西方媒体主要就是对着我们找事 咱们的大事小强 他们都能大做文章 没有事也能编造个事情出来 就连拍拍咱们的景色 都得给加上滤镜呢 这么偏激 不客观的内容 给美国网友看习惯了 人家的媒体说真话 那就是为了自己家保家户好 但是这次他们这些高等学府里的混乱不堪呢 那些媒体呢 就是如实的报道了一下下 结果给自己的网友整破房了 注意啊 他们不是单纯的埋怨报道了这件事 而是在说 你们之前 但凡是讲过小巴 那都是你们的错 就是你们在给这些大学生灌输的同情心啊 注意他们用的是灌输这个词 说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急着禁掉TikTok了吧 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啊 是美国的什么议员在指责说现在美国人呢 就是通过TikTok获取信息了 才导致了有这么多人拎不清去支持小巴的 看到了吗 他们呢 已经留意到了美国网友的呼声 急着开始甩锅了 思路也很明白嘛 你们不是说媒体给那些年轻人带偏了吗 我也不跟你们争辩 但是不是我们西方媒体 而是TikTok 是中国人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呢 说实话 这段话真的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TikTok根本就不能算是媒体 最多是自媒体平台 那里呢是外国网友注册账户 发视频分享观点和生活的一个平台 而媒体是什么呢 有了什么事情啊 是他们去报道 我也是个自媒体博主啊 我就是在看到主流媒体的报道之后呢 咱们普通人发表点个人看法而已 所以啊 美国人想把带偏他们价值观的锅 甩给TikTok根本是无稽之谈 我觉得还是美国的网友聪明一些啊 看得出来自己的媒体有问题 虽然理由牵强 毕竟他们的媒体也只是如实的报道了 美国大学和小巴的情况而已嘛 但是我还是想说两个字活该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自作孽不可活吗 想当初他们不断的造谣抹黑我们的时候 你以为那些美国网友不知道吗 事实证明有些人啊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因为他们只想着自己家的利益 所以呢 对于这种做法 他们视而不见还跟着起哄呢 但打心眼里啊 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媒体是什么德性 渐渐的呢 他们就对自己媒体的做派心知肚明了 于是啊现在即便是如实报道 即便之前关于小巴的事也是如实报道 他们也不信 他们就认为是在故意的带节奏 扰乱美国的社会秩序 带偏年轻人的价值观 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这帮人呢 曾经是怎么对我们的 俗话说的好 那啥改不了吃那啥 原来在美国也有人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呀 用某大V的话来说 是不是该劝劝他们不要这么极端 应该包容才对 有人问我 现在美国的网友们是不是都觉醒了呀 我也得实话实说啊 不能说都 要知道过去美国呢 还是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 所以我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下面 还是看到了支持小乙的评论的 但是呢也有大量反对他们的 所以客观来讲啊 不是都觉醒了 但正在觉醒中 而且这次大学的事情 是真的给他们弄乱套了 那我们看看那些觉醒了的 美国人说的话吧 有人说要了解谁在统治你 只需找出你不可以批评谁 这句话用在这里掐住其分啊 这些美国的大学生被抓起来的理由呢 是反对有某人 所以不能批评的不就是他们吗 同时呢我也劝这位发表看法的网友 小心一点 谨言慎行吧 估计你的评论已经被人盯上了 小心明天就有人找到你家门口啊 记得之前我讲过的 有美国网友报过料啊 自己突然就被CIA上门谈话了 就因为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点点自己的感受 要不是我看到了现场拍下的画面啊 我也不敢相信 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地方 说好了私人财产不能侵犯 最注重的就是个人隐私啊 原来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你说了什么人在哪了如指掌 还有网友说 把美国从愚蠢中解放出来 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啊 还有很多人点赞呢 但是我感觉愚蠢这词啊 咱们可不敢随便用在人家身上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我们中有些精神美国人呢 比那些美国人还要热爱和维护 他们心里的家园呢 这个话你在外网都可以说 但是你要是在咱们的网络上说 就会有人说了 你是在故意黑美国 你一点也不客观 就是在靠贬低国外赚取流量 我最近就收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和私信 有支持昆杰的粉丝替我鸣不平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其实呢 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 我的节目都有一定的长度和信息量 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实和依据 几年下来戳穿了很多公知中介的谎言 打破了很多人心中的西方滤镜 流量这一块有多少 董坤姐的粉丝都是知道的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流量 可惜就是有那么多人看咱不顺眼 网站也没有给我很多的推流 但是即便如此 咱们也一直坚持不像那些公知 那些西方媒体那样 用造谣抹黑的方式去带节奏 我们只是就是论事 真正造谣的是那些人 可是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中那些精神外国人呢 只会盯着像我这样的人挑毛剪刺 却从来不会去指责那些公知和外媒 是怎么造谣靠贬低我们中国 来赚取流量和巨大的利益的 这与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的客观 风马牛不相及啊 所以说别装了 如果我说的是美国好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就能多帮我点点赞 多帮我弄点流量啊 要不我常说呢 永远不要怀疑 咱们中那些精神美国人 永远比美国人更懂也更爱美国 你看现在美国人都会有觉醒的一天 都能客观的说出他们虚假的自由 指责自己无良的媒体 而我们中那些爱美国的人呢 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谁说一句不好 那就是吃爱国饭 那我就不明白了 人家美国人爱自己的祖国你支持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呢 你们就嘲讽 这真的是爱美国无疑了 把他们双标的精髓学得是唯妙唯肖啊 二样都不太差的 昆姐甚至自己的节目做的还不够好 我也知道众口难挑 有的人不爱看 还在我这生一肚子气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这个口条 还有这个信息量啥的啊 你爱看的话呢就会很爱看 但是要不爱看的话 看着是真闹心的 恨不得捂着耳朵 所以呢我就劝这些人别看了 想按照你们喜欢听的思路 去关注咱们家的社会事件 可以去关注那些不经想问的大播主 咱们网络上不是有好多位呢吗 人家不用调查 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报道事情 速度多快呀 后来反转了 你看的还觉得挺新奇的 听听带节奏呢 还觉得特别的带劲 如果想听国外好的啊 咱们网络上也有大把的美锤和中介 你可以去看去听 我们不拦着 但是坤姐就是会把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 跟大家分享 与那些攻击我们和带节奏的1450斗到底 其实我觉得呀 这些人是真没学到美国人的精髓 从他们的角度 不管是指责媒体还是某些人 大部分呢是站在自己祖国的角度上 人家说的呢 也是要把自由还给美国 把美国从愚蠢中解放出来 但是我们中那些精神美国人呢 还记得自己是哪国人吗 完全没学明白啊 这就叫学艺不经啊 谁教的 不行赶紧把学费要回来吧 整个一个白学了